从韩团BTS到Black Pink 其实都意味着 寒流超车了欧美席卷全球 那台湾呢 台湾到底要怎么打造 自己的流行音乐文化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重点来宾 欢迎国立台湾示范大学音乐系教室 同时也是亚洲流行音乐数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李和浦李教授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那么就是李教授的得意门生 欢迎许萌 欢迎你 嗨 主持人好 老师好 各位观众好 我是许萌 好 今天呢请来两位重点 重点要跟我们谈谈流行音乐 台湾自己的流行音乐文化 其实呢最近有一个风潮就是用AI 来创作我们的歌曲 那我今天我要给你出考题了 请你用一首歌让我们来认识你 然后用AI到底要怎么作词作曲 首先先看到这个网站 然后它这个网站是可以把一些你喜欢的歌词然后贴上去 然后或者是主题 它就会自动帮你生成歌词 这么厉害 对 我们就可以先设定一个主题 对 这个主题就是十年 我要一千年 好的 一千年 我随便打 我先随便打 好 然后这边可以选一个风格 这边有经典流行 古风鱼韵 还有一些诗集的放作 天哪 这么厉害 对 还有 它上面就有灵系风格 直接灵系风格 这么AI 这么生活化 对 然后还有辛勤小战跟饶舍嘻哈 对 那像我刚才说 灵系老师的歌词我很喜欢 然后我就先选灵系老师的风格 对 然后这边就可以选择 你要指定什么样的韵脚 对 然后 韵脚都有 对 然后甚至你可以设定字数 就像 像这一句 都想在你身边经得起这考验 还有什么值得荣华 像这个我就觉得 因为通常我结 我会采取 因为它生成很多个 几个 好 大概有十几个 我也可能第一句我就不错 我就拿过来 AI 格子创作 像有些人demo可能听到 都是啦啦啦啦版的 所以就这样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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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 那几个字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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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好 六个字好了 我还没有睡眠之类的 我就把它填上去看看 适不适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 对现在的作词人来讲 它也不能说完全取代嘛 但它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 它在一些想像有时候 我们作词的时候就会一直卡 然后这句就是过了 这个就不卡啦 对 而且还会激发你的灵感嘛 那我就要问老师啊 老师弟专门 这个AI做出来的歌词 跟人做出来的歌词一定有落差的吧 差别是什么啊 机器人 AI唯一不能做是 我们会我们做出一个意想不到的 人类这个脑袋里面的运作 其实AI还没有办法取代 是因为我们里面电流神经是 是没有一个固定逻辑的 就是我们常常说 你这个人做真是很不合乎逻辑 当然这就是人的 可是AI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合乎逻辑 这就在情感跟情感的差别 我觉得现在目前 AI还没有办法取代人类的因应 就是它还没有办法读懂我们的大脑 所以AI的创作其实不是在教 不像我们以前在教各种知识 我们不管是用传统的方法或是 可是AI就是它只是一个绘整的工具 所以它其实不需要教 只是你要买花钱买个软体 要不会按 就像你现在马上 你主持人如果要的话 可以自己就打几个团件事 就可以创作 所以我主持人 我可以利用这个的系统 我也可以创作我自己的歌 潘兆文之歌 你只要换名字 打上你自己的名字 你写心情很差 然后我要运脚 对 我还要林细峰的歌词 所以 AI其实还是被人类所利用 那我们就要问 如果AI放在台湾的流行场当中 它应该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们最近都在想说 寒流现在被发行光大了 因为韩国的政府 他们是全力在做 那台湾呢 要怎么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这一点 这话有点敏感 我们都知道 台湾曾经是 华语流行市场的一个最大的忠证 我们办了这么多借金去讲 都出了那么多的专辑 跟歌手 冲作者 那那是因为当时的对岸 他们整个阻碍住 可是现在最大的冲击是 他们已经有了 他们甚至比我们更好 那我就设立这个亚洲流行音乐 这个中心 同时间其实我就是 其实在这个之前 我实际上是跟教育部 我们申请了一个叫 台湾第一所的流行音乐 产业硕士专办 然后办了两届 每届差不多都70个人来报名 然后取其一个 很激烈 然后后来我们就转型 变成再次专办 那现在目前我们专办 第一个已经我们到第七届了 我们现在知名人士有 像赵船 船哥 潘岳云 潘姐 很强 还有董事长乐团 吉董 都是我们的学生 其中潘姐跟那个谁 跟那个吉董 都是我的日文指导学生 那这个东西就造就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 已经是华语流行音乐里面 论文篇数最多的 回到流行音乐中心 我那时候在办中心的时候 我就突发起想说我要培训 当然也是有参考 然后我就招募了 好像20位还是30位 我记得是20位的年轻人 我限制在26岁以下 那时候就很多人来报 我就面试 他是第一届 我们那时候办两届了 他是第一届 请具体描述 我悲伤的感觉 根具体描述 快乐的滋味 你看看我的脸 没表情的脸 要怎么学会 悲伤要如何滋味 根具体描述 愤怒的感觉 跟具体描述 快乐的滋味 等等 这全都无所谓 因为我需要 我需要 是楼殿 掌声加尖叫 很厉害 这跟甲英转化很强 许萌是全方位 她自己词曲 创作 编曲 还有唱歌 强 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件事 我们如果朝这个方向去做 尤其现在年轻人 对于数位科技的操作 不管是载入或什么这类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 就像我们说 我们现在不用在公司上班 我们可以在远距上班 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们 就是在一个小房间 他们可以就完成所有事情 那我们就要做这种分散四点 所以我现在的答应 我们这边也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条件 你要全方位 你要用词曲 创作 编曲 唱歌 但是你不用到公司来上班 像音乐人很多 但要从里面竞争的话 就变成说 必须样样精通 就是你要会操作软体 你要会后制 你要会混音 你要会编曲 你要会词曲 创作 你最好的话 你也会唱歌 我从一个传统的音乐人 就是我只是做曲这样子 到现在我从这个 开始玩所谓的数学科技 然后开始进入NFT 然后我进入到所谓的元宇宙 到现在的AI 那这一整套都是为了 我现在目前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梦想跟目标 也就是希望把它整合起来 能够用这东西 甚至去块链 去做所谓的治权管理 那像这些年轻人 他们也不会再 像传统就会说 你把东西交给一个 疾管单位去做管理 然后随便他们怎么弄 那不行 像你的每一笔消费 每一笔消费钱 怎么进到你的口袋 都有记录 这叫区块链 我们创作一个平台 就是现在实在就是 自己人 自己的作品 自己管理 就像Uber一样 一个平台给你 你要什么时候点餐 然后怎么消费 通通都所谓的AI化 你的创作的每一个音符 从一开始到完成 都有区块链做记录 我写下一个音 我就开始做区块链的 这个证据档 所以我每个音符 音档 普档 还有我的创作记录 通通都上链了 这个上链是永远 没办法改变的 这个区块链的概念 就是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 不可逆行 所以这样的概念 结合起来之后 他们所有将来的 治权管理 他们就自己在家里 我写完就上传 目前整个亚洲 应该我们是全亚洲的 第一家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音乐产业 我对音乐内容的法律 还有我们音乐法律的人 还有所谓的科技 集合在 这个跨领域的合作 是已经 势必是一个绝对的需要 台湾的这个 民间流行音乐的创作能量 透过许萌的例子 可以知道是源源不绝的 现在还结合了数位 然后结合了自权的精神 所以我们台湾 真的要赶快打开市场 然后朝着这个产学界来发展 然后在数位音乐当中 找到自己的利基点 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 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建议 或者是特别想要知道的资讯 都非常欢迎 大家透过IG或者是粉专 搜索我们的少年新闻周记 或是透过Tins Weekly信箱 跟我们联系 节目的最后 我们继续来欣赏 许萌以及李老师的联合创作 在美丽的音乐当中 跟大家说再见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潘兆文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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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酒灯火阑珊 我孤单说问安 一根眼烟雾弥漫 是解不掉的坏习惯 经历故事的启程转合 蹉跎岁月 收获的心的把悲欢 宽敞 宽敞